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今天已经是第五届办理 它非常有意义是 台湾人的母亲节 台湾人的母亲节 台湾是我们住的地方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一方面 捍卫跟热爱中华民国 我们也非常关心 爱护台湾这一块土地 所以在这块土地的母亲 妈妈们就是台湾人的妈妈 台湾人的母亲 所以不论来到的先或者后 有的可能好几十年前 就到台湾这块土地来 或者在这里出生 有些新住民 是近十几年来 近几年来 到台湾了 然后到了台湾 落地生根 迎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后生产了好多 我们台湾之子 或者台湾之女 所以每一位都是台湾人的妈妈 所以对所有的女性 所有已经做妈妈的人 我们要特别在这全球的母亲节 这个礼拜 因为它是西洋的母亲节 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算起来上一个礼拜天 已经也有好多人庆祝母亲节了 可是我希望母亲不只是在母亲节这一天 被尊敬被感谢 不只这一天快乐 也要每一天都受到尊敬 每一天受到感谢 每一天都快乐 好不好 好 借这一天 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感受到 大家对母亲的感恩 对天下所有母亲的尊重 再一次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母亲节快乐 天天快乐 谢谢